好 今天我們再講一些投資和時事 請來的嘉賓都是遠自溫哥華 平時跟他視像的機會少一些 通常是在聲音的媒體 Norman Jung 宋浩輝 他和我差不多認識了30年 但也很多年不見 現在有互聯網 特別是YouTube頻道 多了機會再談談 Norman 我今天很compress 十分鐘左右談談兩個話題 第一 大約九月 歷史來說 最大波幅通常不是在十月 而是九月 第二 也想回應 拜登 拜登 剛剛出了新聞說 如果他贏了美國總統 就會和達賴喇嘛專者會面 他就嘲笑 Donald Trump 的 Cabinet 搞了四年都不敢見專者 當然這也是拿一個生筆 很重要的 我又不覺得美國現在 under Trump 和 特別是有Michael Pompeo 他對中國的政策並非不強硬 首先先說一下市場 剛剛過去星期四 大家都看到有一個correction NASDAQ 跌了差不多5% 這是比較大的深度調整 就是個別股票 如果你說FANG 的股票 個別來說 都全部歷史新高 然後correction 都沒有問題 我知道Norman 你是用一個 Portfolio approach去對Client 你會不會有些客人說 突然間來一次強烈的1000點 就是Sell off 害怕了一點 或者他另一塊錢 都是自己喜歡做Punter 在網絡投資上 自己炒來炒去 兩塊錢不同去做 想聽聽你的故事 這些通常的做法 叫做call and explore 核心來講 就是一個Portfolio來講 譬如我們由我們的投資理財 股門幫我們看著Portfolio 另外Explore 就是他自己喜歡 譬如他做一些 個別喜歡的股票買賣 那這些我就沒有見過了 那就是他自己是透過 一些self-managed的戶口 去做一個買賣 那我就負責look after 那些是managed那部分的 那很多時候現在的趨勢 都是這樣的 那都是有一部分 是由顧問去看 一小部分 就由自己去玩 那譬如好像現在的市場那樣 是很難玩的 因為那個市場來講 那個波幅可以去到很大的 因為那個市場 也可以升得很快 那它一個 不知道什麼叫消息 可以令到一個高升的市場 好像現在這樣 那就是一個敏感式的 來一個調整 我相信這個星期四的這個跌法 是比較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正常的調整 來的 那for foreseeable的 那個mid-term來講 我認為都是看我的市場 是 除非你說 就是比較急一點的調整 就看到有 好像2月中去到3月尾 那個的 就是這麼急速的correction 因為你是covid那樣東西 就令到有些基金是要倒閉 因為如果你說的是一個hedge fund 或者一個private fund 它跌了50% 你要recruit fund 那個loss 是多於100%的升幅 才回到原點 這樣就難搞一些 就看到有些private bank 它免費給高端客戶那些 有本book來講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對沖基金 是ranked by AUM 好 ranked by strategy 好 因為對沖基金 都不是說計 AUM 很多時候 看到有些是 已經 好像看武俠小說 廢了武功 就玩完了 就是要重新再set up 在理財顧問的角度來講 通常是不是你們會看比較long term 比如一個人45歲 可能還會在北美洲 居住到退休 然後用一個 systematic withdrawal plan 再拿錢出來 是不是不需要這麼擔心 當中的volatility 是啊 不需要這麼擔心 因為其實 這個基金來講 我主要是做mutual fund 基金來講 已經發展了差不多 半個世紀了 變相來講 有很多種新的做法 例如一些portfolio fund portfolio fund 就是一些funds on fund 再加上一些multi manager portfolio fund 裡面來講 是由不同的公司去run一個組合 就好像一個orchestra 就由不同的專家去做一個大型的音樂 變成某一部份做得不好的話 可以隨時去換公司 所以來講 如果用portfolio fund 就可以能夠比較 將它divacify得很好 變成在長期來講 是一個不需要太擔心的approach 變相來講 都可以裡面隔閘一些 比較growth一些的東西在裡面 甚至也可以用hedge fund 也可以加進去 在portfolio fund裡面 也有etf 或者有hedge fund 在裡面 那整體來說 就令到那個curve 可以看得比較smooth一些 但是在這個過程之中 可能會有上落 所以來講 如果是portfolio fund 這個組合基金來講 就令到這個upward的 升的線 就會比較smooth一些 不會那麼bumpy 但是也會看有時候 每一個客戶 他那個筆錢 那個什麼時候需要的那筆錢 有些筆錢是打算退休的 或者是小孩子讀書的 去到起碼也有10年以上的話 那這些可以用一些 是growth的portfolio去做 那變成這樣 就不需要太擔心 但是裏面也可以進取一些 可以是比較多的 在股票方面 equity 甚至是hedge fund 或者是一些比較high risk的 的investment 都是放進去的 但是有些時間比較短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用一些conservative的去做 回到比較時事一點的話題 剛才都講過 是 拜登現在說的 行程都覺得是大好 有些人說他有一點 老人痴癌症的初階象徵 而他的競選的拍檔 副手Harris 亦都他的想委 爲什麽快又做到檢察官 其他的政途裏面 是有少少的fisher 那這個下一集我才講 那講回新鮮滾熱 就是拜登說 如果他會贏了美國總統大選之後 他會見專者達賴喇嘛 那這件事就可圈可點 因為其實特朗普給人覺得 特別加上Pompeo 過去那四年的政績來講 他不是說對中國不強硬 現在也有制裁了11個中港官員 那我不知你怎麼看 我就會覺得 那個人有少少lip service 就是說我會見專者 因為專者都現在85歲 他是1935年出生 那究竟這個是想拉多些分數 贏 就是你選舉的時候 每個人都覺出奇招 你覺得significance見專者達賴喇嘛 還要是贏了之後 那這句話有沒有意思呢 就是after the fact 他還沒有贏 是見不到的 那他又不見 是吧 我覺得是沒有意思的 那因為現在講什麼來講 是講track record 那你看一下拜登 究竟他以前有沒有提及 關於是達賴喇嘛的事呢 那他有沒有講過什麼 關於支持這個西藏 或者是關於這個達賴喇嘛 或者是這個藏教方面的 這個宗教方面的事情呢 如果任何都沒有的時候 那他根本講出來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那再加上大選結束之後 那你不如現在就打個電話過去吧 那我覺得是沒有意思的 那這個是說那些叫做 那些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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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囉 然後要回來的話 那些叫做 有多一個負數的分析 那最後了 Help for you 還有45秒了 你知道呢 已經 gain a cand will make 我也不知道這集幾時播 想到應該 希望 fusЕ穴 是星期一 或者是星期一 我們有個9月6日本來是有個選舉的 現在當然是cancel了 似乎在網上都見到 很多人會說會有個遊行 當然現在遊行全部都是不合法的 兩個人以上的限聚都會打靶 我們在香港看北美那些抗爭活動 譬如在八三的太子站 它砌了模型出來 你們溫哥畫了很多activities 香港人感動 但是我們一做出來就被人打招 你覺得現在海外的聲援的力度 會不會可以繼續 因為我們的聲音會是越來越小的 我現在的感覺到 我這個這麼小的團隊 在這個conference room裡 我都不知道可以維持多久 靠海外 但是打壓會是更加嚴重的 你怎麼看香港 會不會真的可以回到舊市 或者逃犯條例 修訂之前的香港 起碼去沒有那麼緊 這個是很難回答的問題 但我相信應該都會有可能發生的 因為來說 我想最關鍵就是 中國來說始終它需要是向外的 它始終要有一個和它的制度方面 有不同的橋樑去接駁 究竟這個會不會將來日本呢 台灣已經不會有可能 如果香港已經沒有的話 基本上你是靠日本的 而日本加入第六個六眼聯盟的時候 會不會是更加困難呢 而香港始終是有那個需要在裏 是接駁那個文化和那個政策的差異 就算有一天香港 真的變回了一個 例如一個獨立的國家 而中國來說 也可以在一個獨立的國家 是得到了很大的利益 但是問題來說 它現在來說 在中國來說 一定是不想這樣做 它一定是想保持現在 它另外的一國兩制 但是在事實上 在全世界來說 不是這樣看的 現在來說 這個也是一個利益方面 一路再發展下去 如果有一天 中國覺得 如果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國家 它也可以拿到它自己的好處的時候 好像回到以前 九七前的時候 可能這個也是一個好的想法 但是這個是一個非常之 我們叫做天真的想法 但是也不能排除這個有可能的事情的發生 所以要再看事情發展下去是怎樣 我相信看下去來說 香港來說 是有機會回到之前的 但是來講 因為現在那個 《國安法》出了 大家都很害怕的 為什麼來講呢 很多事情來說 都會有影響的 所以來講 再發展下去的時候 真的要看 國際那方面 和中國那方面 兩邊的交手 看看結果會搞得怎樣 大家都希望不要有什麼人命的損傷 這樣 現在來講 已經是超越了 我們一般人能夠做的事情 當然在國際那方面來講 那個發展的 發表的自由空間 是比較大的 但是也不容易的 因為在外國來講 也都有藍絲和黃絲 所以來講 很多時候那個 發表來講 都有一些秘技的 當然譬如在示威 或者一些發表來講 在外國來講 都是自由的 比如說 在這方面來講 我相信 在國際上來講 都仍然這樣做的 但是來講 希望 每天做得太久 也都不會有什麼改變 例如我們看回這個六四來講 六四祝國晚會 已經是做了很多很多很多年了 其實也都有一些 慢慢是有一些 沒有了當初來講 是這麼多人去參與的 所以來講 這個事情來講 都希望不需要等太久 這個平凡 但是我相信 現在有了一個 互聯網絡的發展來講 這個事情來講 是會比較延續 不過 始終 中共是不想 有很多人 聚集 就是那個限聚令 大家都看到 其實不需要 就是你說 室外 多個兩個人 現在不可以聚 就是不想你聚到人 現在這個事情 都很明顯 現在我們室內 去做健身 可以四個人一組 戴口罩去做 第一 我又不明白 為什麼要戴口罩去做 第二 室外 始終就是 兩個人 都明白的 政權是想維穩 香港 我覺得 都希望可以重光 但是重光 或者光復到香港之前 都還要通過一個 挺痛苦的時刻 所以大家要保住自己的生命 因為這個制度 看上去是比較過分了 政治化了 譬如你現在被人拘捕 都是因為很多是政治原因 都不是什麼偷偷拐騙 所以 是利用了政治的工具 和法律 去控制住 所以 如果看得開一點 應該不是這樣做的 但是 在政權方面 因為它是一個獨裁的政府 所以 它 看看華視是誰 如果華視那邊 它自己會發生 有分歧的時候 可能整個局勢都會有改變 所以 大家看著發展是怎樣 希望是 光復香港 是 先說到這裡 好 好